重建光明就能重建世界的美好 今天的世界改变世界专题报道 要带您认识住在花莲的专家两兄弟 两个人都患有小脑症轻微的智能障碍 不过两兄弟透过每天收看大爱台学习人生 他们不只自己看还会到处推荐给别人 我是陈良 我是维恩 我喜欢看大爱台 坐在电视前透过人间菩提节目 聆听正言上人开示 詹家全和弟弟詹浅俊 借由大爱台文法改变态度也实践在生活上 他就跟我说 妈 司空上人说走路要轻 那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怕地会痛 他就这样回答 因为他们是长期看大爱台 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让他们就是很正向地成长 患有先天性小脑症的兄弟俩虽然语言迟缓 肢体不协调 但他们乐于学习 收藏大爱台出版品 反复温习手语 他们就像录音机一样 你说好话他就学好话 你说不好听的话他们也学起来 那这个部分是潜音默化的 身为忠实观众的他们 大爱新闻更是连结世界最好的管道 接触新知也因为看到天灾不断 启发他们保护环境的心 葛队的电话来 有 钥匙 有 都有 好 要靠路边 好 每天八点准时出门 目标环保站 他们坚持走路落实减碳 报到后 前俊马上跟着慈继志工去再回收物 她说她的力气大 发挥良能让她很有成就感 主席就周围说啊 小小的 你真的开心啊 负责拆解的家全 细部动作也难不倒她 这是一年来练习的成果 让志工很赞叹 也很认真在写啦 她真的可以有时候可以真的是静下来 让她的速度真的是有比之前还快 有没有开大爱 有 兴奋的拿起麦克风 嘉全当起记者有模有样 平时逢人说大爱的她 当然要把握机会好好宣传 还有大爱台去闻吗 有 不是你一个好根菩提 找根菩提看的每天都要看 上人也要看 你是上人的好地址 贴心地址 他们用环保护持最爱的大爱台 在他们身上看见真 善 美 大家看大爱台 最久还夜